你好,欢迎收看8月1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农业部农粮署农区分署在今天举行接牌典礼 由农粮署长胡忠一亲邻主持 他期许农粮署农粮署农粮署可以继续担任 宜花东三线农粮产业发展的推手 用心用行动来服务农民带领东部的农粮产业有序发展 农业部农粮署农粮署农粮署8月14号举行接牌典礼 农业部农粮署长胡忠一亲自主持 他期许农粮署农粮署农粮署继续担任 宜花东三线农粮产业发展推手 带领东部农粮产业可以永续发展 在我们东区辖下我们产销履历已经通过验证了 11,164公顷 那有机跟有扇加起来是6,819公顷 刚好占我们国内有机有扇的35%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台东改良厂也好 或者是我们花莲改良厂 以及我们的各级农会 大家一起进来协助 把我们东部这边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 稻米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农粮产品也好 代表安全安心 代表这个是优质 所以东部啊 所以我们所生产的这个农产品是台湾人的骄傲 我们农粮署整个组织调整改革之后 本来就是从这些机能的分工 已经改成产业别的分工 所以今后会更有效率 东区分署长徐辉飞也说明了改制之后的组织编制 并且将以调试和减缓两大策略 针对气候变迁加强调试能力 让农民可以安心务农 也提升农民的收益 今年是气象有记录以来 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 那带来的干旱暴雨 还有像目前常常遇到的旱劳不均造成的农损 其实都是我们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温度升高造成的作物减产 还有像病虫害的危害家具 这些问题 那我们要如何因应极端气候 来确保粮食的生产与供应 还有达成2050年净零碳排 这样子一个减缓气候暖化的一个政策目标 实在是刻不容缓 那我们将在农业部 还有我们农粮署的政策领导下 那以绿色环境给付计划 来引导整个稻米的产业转型 那鼓励米食的一个多元发展应用 那发展大粮仓的业务 来推动我们稻米 来提高粮食自给率 另外也推动智慧化的农业设施生产 来确保我们在极端气候下的一个蔬果工艺无余 农粮署东区分署的接牌典礼 有来自宜花东地区的农会干部 和农政单位热烈出席 署长胡忠一期许 在中央与地方协力之下 可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发展进步 介络会幻市报道